北京时间12月17日,2018中国杯的赛城出炉,国足将在3月22日19时35分,迎战威尔士队,3月23日19时35分,乌拉圭将迎战捷克,3月26日15时35分,将展开季军战,19时35分,将展开决赛较量。 本次中国杯,将是国足的重要热身赛,包括威尔士、乌拉圭和捷克等队,皆具备着不俗的实力。 对手的实力皆在国足之上,这也令本次比赛颇为引人关注。 本次东亚杯,国足派遣多位U23球员征战,虽然仅取得二平一副的战绩,但年轻球员却因此获得长足的锻炼。 但礼皮承诺,待3月中国杯期间,国足将派遣最强阵容征战,将让球迷们看到不一样的国足。 由于明年4月时,2019年亚洲杯将展开抽签仪式。 故而本次中国杯,也将是国足为获得亚洲杯种子队,展开的最后一搏。 中国杯赛成 当时Doc14 九、也真ヤ 加自派遣最后一搏 kas山 偶然比赛7 cill独充